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俄罗斯国防部14日承认 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 遭两枚乌克兰飞弹击中受损后 在拖回港口途中沉没 舰上510名官兵中 据说有50多名被正巧在事发现场附近的土耳其船只救起 其余则下落不明 舰长库普林安东上校在船上的爆炸中丧生 对雷达卫星图像的分析后 显示了莫斯科号沉没前的地理位置 地点位于舌岛以东 距离奥德萨80海里 距离乌克兰海岸50海里 并且在乌军海王星反舰导弹的射程之内 莫斯科号配备的火山巡异飞弹 可能搭载两枚核弹头 不过这些核弹头可能未装备 而是存放在安全区 会在爆炸中受损 但该舰爆炸沉没 也可能构成了断舰事件 4月15日 俄罗斯方面传出 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 伊格尔·奥西波夫已被逮捕 奥西波夫上将被捕 真的一点也不冤枉 更何况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 他的副手黑海舰队副司令 还不明不白地死在了马里乌波尔 俄在评估乌方海军战损报告中 直接指出乌方海军近乎覆灭 俄黑海舰队基于此心态 完全丧失了戒备心理 乌方的暗机导弹 并未全数摧毁 有许多在炮击之前 已转移到安全地带去了 而俄方的信息侦察技术又差 自然浑然不知 还有乌方源源不断地 得到了西方的援助 经过短暂的被动挨打之后 乌方迅速重整力量 调整战术经高人指导 迅速规划出新的作战方案 于是3月24日 全世界看到了 俄一艘大型登陆舰 被乌克兰远程精准打击 致爆炸沉没 黑海舰队表面上 升级了防御警报 但实质上 仍然瞧不起乌方 认为那不过是一件巧合事件而已 直到莫斯科号再次遭到乌方打击之后 俄黑海舰队这才彻底醒悟 由于莫斯科号的特殊意义 其损失对俄罗斯军队的士气影响巨大 克里姆林宫一定会找出一个责任人 以杀鸡害猴重整军心 据说奥西波夫上将被变异逮捕 其副官还被殴打至重伤 此前俄罗斯海军总司令 科罗辽夫参观了我国的辽宁舰 他在登船之前还是笑容满面 可到了离开的时候 表情却变得严肃起来 现在的辽宁舰已经完全看不到之前 瓦梁格号的痕迹 航母上配备了更多先进的设备 而且还有很多独特的设计 在参观之后 俄海军司令不得不感慨 该航母的成功改造 俄海军司令表情凝重 和中俄海军发展的反差有关 俄罗斯的航母舰程时间比较早 缺乏经费和专业的技术人员 后期使用过程中 也没能对它进行很好的维护 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 科罗辽夫其实内心很想求助我国 帮助俄罗斯海军修理库兹涅佐夫号 甚至建造新一代航母 然而并不这么简单 如此之多的复杂情绪下 它表情复杂也是理所应当的 此前中俄海上联合2021演习 吨位最大 新能最先进的055型大型驱逐舰 南昌舰成为了全场焦点 有不少网友戏称 舍101南昌舰单单这一艘驱逐舰的作战能力 就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海军半个太平洋舰队 之前莫斯科号的赫赫威名 其实掺了很多水分 莫斯科号船电系统包括两部 分别负责远近空情态势感知的 三座标远程警戒雷达 分别是位于主围杆上的军舰鸟M 以及安装在后部围杆上的旗帜 二者均采用传统的旋转机扫工作模式 这两套系统在上世纪70年代上属先进 但拿到21世纪已经远远落后 机械雷达是有扫描死角的 转速无法太快 转太快会使重心出现问题 武军先用多架骑手无人机干扰 莫斯科号舰上人员还在追踪无人机之际 却布置两枚海王星反舰飞弹来袭 以贴海平面的高度逼近莫斯科号 再加海象恶劣 以至于莫斯科号难以侦测 055型大型驱逐舰的船电系统 使用了一套集成度相当高的综合射频系统 和双波段雷达系统 分别由三部不同波段的有源向正控雷达 负责远近空情态势感知 此外还安装有整合式的卫通海军战术数据链和综合电子对抗系统 从055型驱逐舰的外观上看 不排除它的电子对抗系统 可能具备长基线干涉测量能力 可以对检测到的电子辐射信号进行精准定位和智能分析 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电抗策略 甚至可以反向标定电子干扰原位置 从而反过来将对手移军 在制海武器上 光荣级可携带16枚战役级反舰导弹 可以根据神话系统下船的目标信息 实现对数百千米外目标的超视距攻击 而在防空作战武器系统上 光荣级的主战武器包括舰体中后部的6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这是著名的S300F发射箱 由位于后部舰桥上的顶罩火控雷达制导 但是一方面受限于垂发系统的发射能力 和雷达的制导能力 导弹的制导体制 光荣级在远程区域防空中的多目标交战能力 其实是存在一定限制的 同时光荣级还安装有两部进程点防空系统发射架 但由于制导体制问题 每个发射架一致只能对付位于舰体一侧的一个目标 最后光荣级在前部舰桥 舰桥两侧上还安装有六部AK630型副炮 可以承担进程点防空任务 但由于这套系统是为打击战术飞机而优化的 对80年代后出现的掠海反舰导弹效果不佳 作为055型主战装备112个通用垂直发射单元 其携带的防空、反舰、反潜、公路战术导弹的数量、性能等 已经把光荣级给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即使作为055型大型驱逐舰的净防武器系统 由HQ-10A型点防空导弹和1130副炮组成的净防系统 多目标交战能力也远远超过了光荣级巡洋舰 2022年4月的莫斯科号比起1983年刚刚服役时 也仅仅是对其电子战系统、通讯设备 以及少量不堪负重的硬件进行简易升级 而这就意味着其搭载的由不同厂家生产的多款防空武器 其实彼此间依然是各自独立的 升级过程中苏联解体甚至其6座净防炮 在之后长达8年的等待过程中都一度被拆下抵债 总的来说如果说光荣级巡洋舰的武器系统 基本上是战后第二代、第三代大型水面战舰的水平 那么055型驱逐舰的武器系统 基本上是做到了三代半甚至第四代水平 更不用说055型目前还在继续改进中 而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 其早已放弃在远海与美国海军争霸的想法 使得光荣的这份优势并没有太大意义 之所以继续让三艘光荣一艘基洛夫服役 最主要原因是看中了这四艘万吨舰带来的影响力 由于需要耗费大量维护资金 再加上其又投入巨资建造新一代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 而这种不合理做法带来的问题 最终在近日的实战中暴露无遗 再加上舰守巍俄 却缺乏防护的玄武岩重型反舰导弹 进一步恶化伤势 而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消防 以及在这一领域劝乏训练的俄罗斯水兵 最终使得局势无可挽回 应该来说 这是属于比较典型的 不顾自身实力 强行追求表面荣光的做法 而现在的问题是 俄罗斯海军以及对这四艘巡洋舰 抱有过高期待的俄罗斯民众 能否从莫斯科号的损失中醒悟过来 放弃这些已经被历史淘汰的威俄巨舰 清晰认识到吨位较小 但更加灵活 性能更符合现代战争需求 甚至建造使用成本更低的中轻型舰艇 才是真正适合俄海军的装备 这才是莫斯科号沉默 对俄罗斯海军最大的意义 也许这就是舰队的命运 和国家的命运 齐齐相关的体现吧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